我生日的一刻 建立到哪儿来的 明天的观看 会变成一个新的一刻 阿娇 赶紧给我走 好 谢谢 去哪儿啊 我们会所今天招新人 今天正面试呢 你赶紧给我走 我不去了 我们会所是这一片最高档的 店面豪华 客人又斯文 我真的不去了 谢谢 你是不是和阿湘一样 嫌弃我工作呀 我不是 我正忙着呢 那你还犹豫什么呀 我跟你说啊 听说我们店招新人 那别的店都打破头了 这样 你跟我先去试试 我们老板还不一定能看上你呢 那万一试上了 你再考虑去不去 你看这样行吗 多个机会 多条路 我这也是为你好 我把这碗洗了 我先请个假试试 好吧 赶紧啊 我先走了 你这头发 我一会儿我就带他弄 别投背啊 背 背 行嘛 你带他下去收拾收拾 换身衣服 正好啊 我有过客人在包衫 你带他去实习实习 好嘞 谢谢李哥啊 走 走 来 包衫 再送点果盘 快点 背包来客人了 背六果盘怎么还不上 快点上 我去跟老板娘说 我上课之前要回去的 你别管了 什么时候了 你这边到几点呀 很快很快 走呀 郑老板 阿姨 想我了吧 你猜 这位哥哥我没见过呢 你也不给人家介绍一下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可是我的好哥们吴总 现在的生意啊做得可大了 今天啊 你一定要安排好 放心 吴老板啊 这是我今天新来的小姐妹 吴总 您看看 来 坐 他今天第一天来 您多多照顾啊 没事 郑老板 你叫什么名字啊 阿娇 阿娇 嗤儿夫妻 娇女 只是新成 恩泽舌 好名字啊 好名字 老吴啊 不然晚还念诗呢 有文化 有品味啊 你不知道啊 我下海之情啊 可是在大学里面 教英国文学 不会吧 我告诉你 好多世界民族的 英文原版 我现在啊 都能背 这么厉害啊 各位 喂 要不 让我吴老板 给咱们背一段怎么样 好 我背一段 来一段 这个李超哥有意思多了啊 那咱们就让吴老板 给我们来一段羊墨水 好不好 来 来 大家咱们鼓励 来来来来 那我就 现手了 我随便背几个选段 好 好呀 我生日子的一段 你现在 今天 明天 你会开始一段新的一段 妈妈 这句的意思是我生活的一个阶段 今晚就要结束 明天要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对 又写了一句 这段话呢 独自简单 意思就是说 我生头的一个阶段 即将要继续 明天啊 就要开始新的阶段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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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走了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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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什么呀 回来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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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姬